这个画这个灰布呢 我从这个顶上往下画 因为这一遍呢 一下子它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从顶上面往下面画 慢下来 好 然后这一块呢 有了之后 包括它这个顶上面 然后再往这个 这个地方呢 然后这块它是一个斜侧面 好 那这个上面 这是灰的啊 这是灰 这是这个应该正面 斜侧面 然后这个侧面 侧面呢 相对要重 所以反复的加上几遍 然后顶上走 这个注意一下 上面呢 比较浅啊 顶上面浅一些 但是是不是 然后再往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这个骨骼它往回收 所以这块是实一点 你看它是往近走的 就这一片它是进来的 然后外面的这一片包着 里头那一片 这个关系呢不要乱了 这中间的低啊中间的凹一些啊这个地方这两个点的高 这是两个结节 我姐姐 哇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体块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正面 斜侧 再侧 然后最大侧 它是转过去的 这个形体关系非常重要 然后这是一个面 这是一个斜侧 这个谷点 这个谷点 要给它找准确了 然后包括这个右侧 这个面里边 它就相对要正一些 包括这个点 这是镍线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灰一点 这个面呢 它是灰的 到下面呢 它就变成暗部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走 这个煤煎机 煤煎机这块呢 稍微再强化一下 我们再往下 然后这个转折 这个眼球我们看到这个眼球呢 它也是立体的 这个地方呢 然后识一些 这个眼球 好,这是这个 你看这块呢 这个面 一个不同的面 要转过去 然后这个眼球 脸球也是有体感的 然后右边 左边也跟上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转折 一个面 然后塑造呢 其实就画它这个灰部 其实也就是在画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块面 塑造它的块面感 这种朝向 朝向感 体积感 从这个鼻子上面 这块眼龙杂鸡 眼龙杂鸡它有厚度 耳朵上面它也有面 也有面 也有面 这个底下它也是有一个厚度 这个上面它也是有体面关系 下颜碱它也是有厚度的 下颜碱有厚度的 然后也能炸鸡 好 然后我们在右边 右边这个野轮炸鸡 跟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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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下面 到下面走 注意这个脸的鼻侧背 鼻子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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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呢它又转折 这是鼻子的侧面 还有这边右左右对称的画 对称的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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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 注意它这个结构 这个地方 相对还是 弱弱的 这个地方 这是口龙杂鸡 下面 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鼻头 然后注意它这个 穿插关系 这个耳垂上面 耳朵上面的穿插关系 然后再往下面走 像这个 一点点这个亮的亮光 它是受光的关系 好 右边也跟上 注意它这个灰度 它这个深浅不同 所以这个颜色区别开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它也不是说把它这些结构都给它勒住了 有些地方还是要松一些 这个口龙杂机它也是有很多朝向面的 口龙杂机并不是一个平的体 它是一个立体感的一个 这个口龙杂机并不是一个立体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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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巴这块也是要该松的 松一些 这个是夹肌 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有一个是夹肌一个笑肌是横向的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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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颧骨鼻子还有眉宫眼睛这些地方要虚 虚虚的就是眼耳朵也能看出它受光背光 但是它比这个前面这个眼睛鼻子嘴 比这些呢要虚对比要弱 用它在后面 这是它的一个强弱和节奏关系 好 好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就是它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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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板整体它也要比这个上面的这个五官那块要虚整体它的明暗对比也弱很多 就同样的比如说这个底下的下巴的亮度亮度 亮度呢就要 就要比这个上面的额头啊包括这个颧骨脸颊的亮度低 这些地方亮度虚一些亮度弱一点 好 这个地方啊稍微把它脖子底下这个结构啊 注意一下 它不是很 很强的啊 弱弱的不要太强了 中文字幕——YK 这边的肩膀也是给点颜色 整体它底下这个边要虚很多了 中文字幕——YK 这个地方整体还是要虚 还是虚一些 这都是一些结构的地方 中文字幕——YK 这块呢注意一下它这个虚实关系 然后再往下面走 包括这里 也是有它这种不同的起伏感 中文字幕——YK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锁骨 锁骨的地方 胸锁乳涂机是从这个锁骨这里 一直到它这个乳涂 乳涂的地方呢就是在耳朵后面 这个底下呢稍微给一下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YK 好 然后这个点 好 然后这个点 好 然后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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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样的话 它这个整个它这个关系呢就出来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它这个旁边呢 给它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 这就是这个石膏肌肉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完整的过程 我们注意这个画的时候 这个步骤 非常重要的 就是每一步呢 都要给下一步做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铺垫 好 这个我就画到这